尤其是政府計算 其實每一個人來說 或多或少都會接觸到計算 但是可能接觸到政府的計算來講 可能機會比較少 每一個人來說 每一個月收入多少 家庭要開車要買房子要創新 我們自己都會打算 這就是一般的計算觀念 但是我們大部分的人 只有考慮到個人或者是家庭的 但是政府的計算來講 這就是另外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打算今天跟大家介紹 有一些要探討國家計算 我們有一些基本的觀念 跟一般的計算觀念不一樣 我們要做一個說明 所以我們會跟大家介紹有關 計算的意義 計算的功能跟一些計算的財務原則 數字會說法跟計算的架構 有關計算有關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名詞 我們不需要補助來看 但是我們可能沒注意 我們不知道 所以先在前沿的部分 打算就要跟大家做這方面的探討 我們知道預算的意義 有關預算的定義其實是這麼多 但是我是用黃世新老師 對預算的意義做這種的定義 一國的政府在一定的期間內 為了達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目的 根據國家施政方針 以國家整體資源 以國民負擔能力為估計基礎 所預定的財政收支計畫 也是經由政治程序 所為之國家資源的分配 對政府預算的意義來說 它做這樣的定義 這樣的定義裡面 它有它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 這是一個國家的政府 這不是像我們個人 還是我們一個家庭的預算 是一個政府的單位 而且它是只有在一定的期間 我們知道我們預算來說 可能有年度預算 有一年、兩年、三年、幾年 但是不管你時間多少 總是有一定的時間 這個我們雖然說 我們中華民國不惜都跟我們講講說 中華民國萬萬歲 有沒有可能萬萬歲啊 這個世界有沒有萬萬歲的國家 沒有 所以我們任何一個國家 都假設國家會永續存在 但是現實的生活 任何的行政、施政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要有一個這個期間的觀念進來 你如果沒有這個期間來說 你這個預算或者這個施政 那個都是什麼 都是空的嘛 所以一定要有這個期間內 所以是一個政府在一定期間內 而且這個期間為了達成什麼 考慮到是政治、經濟跟社會這些目的 你預算來說 它可能是要達成的 不是只有政治而已 可能還是要考慮到什麼 經濟跟社會各種的目的 然後根據什麼 這個預算你要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 你政府來講任何一個國家 總是要有它的一個施政方針是什麼 所以每一次的預算審查之前 行政院長都要到立法院來做什麼 施政方針報告 為什麼要做施政方針 等於說因為你如果說沒有告訴 你不知道說你的施政方針 前一陣子日本的安倍 他不是講說他的三支劍對不對 那個也是代表他的施政方針 像今年來說 應該上個會期來說 我們的行政院的江一華院長到立法院 他也提出一些施政方針 那些施政方針是什麼 要建權財政方案 在財政這部分對不對 那代表這些都是他的什麼 他的施政方針 那你還要考慮到什麼 你任何一個還要考慮 國家的資源和國民的負擔能力 這個你一個預算來說 等一下會再討論這個預算原則 但是雖然預算原則有一些說法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要考慮到說 你這個國家的資源和國民負擔能力的狀況 來做估計基礎 那所預定的什麼 其實政府預算其實是一個政府的什麼 財政收支計畫 是一個財政收支計畫 也是經由政治程序 各位請注意一下 這個預算來說 雖然說是一個會計的很專業的 但是預算它本身來講 它是很具有什麼政治性 所以我們的預算來講 一定要經過立法院審查通過 才是叫做預算 因為你如果說沒有經過 民意機關的審查通過來講 你這個預算來講是沒有效率的 那為什麼一定要經過這個政治程序 因為你經過這個民意單位審查通過了以後 你才有這個基礎來向人民課稅 或者是對外舉債 你政府才可以 要不然來講 你政府來講你要向人民課稅的話 就沒有一個什麼 你沒有經過人民的同意 但是有沒有可能一個一個人民去問 不可能 所以他要經過一個什麼 代表人民的民意機關 就是立法院 或者是立法委員 就是各位以後你們如果當議員的話 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那所做的是什麼 一個國家資源的分配 所以說這個政府預算來講 它所呈現的是說 你可以從這個預算可以說 看到說一個國家的資源 是要分配是怎麼用的 這個是我們用一個最簡單 跟大家介紹這一個政府預算的意義 但是這裡面每一句話 每一個字都一樣 都有它的一個特別的意涵在裡面 那我們只要把這好好看 我們大概就可以對預算來講 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 那我們了解了政府預算的意義以後 我們接著來看的是說 那預算的功能 為什麼要有預算 預算的功能來講很多 我們知道這預算來說它的功能很多 但是政府的預算來講 我把它提出來講 最重要的功能有這三個 第一個來講就是說 強迫規劃 你政府的施政來講 有預算的制度來講 你就會強迫政府進行對施政去規劃 因為這樣 你如果說沒有一個規劃 你預算要怎麼編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說它預算的第一個功能 就強迫政府進行規劃 那我們知道說 這個規劃重不重要 很重要啊 你做這麼多事情來講 你沒有安省沒有規劃 你這錢要怎麼花 要施政要怎麼施政 這個就沒有一個依循 所以一定 預算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強迫規劃 第二個功能呢 可以提供衡量績效的標準 我們知道說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那做得好不好 這種東西好不好不是用功的 你的績效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要有一個衡量有一個考評的標準 那這些衡量的標準 當然我們要來衡量一個政府單位 他做得好不好 有很多種方法 可以說我們現在在講的 政府的施政有感美感 人民的感覺 這當然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衡量標準 但是我們知道說 這個施政有感美感 這一個有感無感來講 這種東西有時候會不會很主觀 這個東西有的時候 有的人來講 他做這件事情 有的人覺得非常的好 很滿意 有的人就覺得看起來很不爽 有沒有這樣 因為這種東西是很主觀的 但是我們如果說是用預算呢 預算是政府你自己編的 預算是人民同意的 那我們就拿這個預算的資料 我們就來衡量說 你做得好不好 這個預算的話 是不是就很具體很客觀 你這個資料來講 是你自己編的 是你人民同意的 那再來呢 我們再來看說 你預算的執行率 你的達成率有多少 這個是不是就是一個 很有效的一個衡量標準 你跟我講講說 你要做這個什麼 開這個經濟建設要做多少 但是我來看一下 你有這個預算 但是你的執行率只有50% 40% 連及格的分數都沒有 我可不可以說 這種東西就代表你很不好 那你如果說你的執行率都很高 90% 100% 那代表說你要做的事情 最少你都有做到 所以可以提供一個衡量績效的一個標準 那第三個功能來講 就有助於我們的溝通 我們知道說 這個有助於溝通是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政府是什麼 政府的存在是什麼 因為人民而存在對不對 所以政府你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你執政黨或你執政者 你要做什麼的話 你的權利是來自於哪裡 是來自於人民 所以你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要不要跟人民溝通 那你要溝通的話 我想溝通可以有很多種方法 你可以在電視上宣講 或者說明什麼 很多種方法 但是一個很具體的方法 就是透過預算來進行溝通 因為預算這種東西的話 就很明確說 你要做的事情的項目方向進得是多少 比如說我們在審核預算的時候 我們往往會有一個注意 這個行政院長跟我們講說 他的施政方針他要照顧弱勢 如果說政府講是講說他要照顧弱勢 那照顧弱勢這種東西 這樣說說就算了 如果像我來 我就說好吧 你說要照顧弱勢 我認同我們這個社會要照顧弱勢 照顧貧窮 這個我同意 但是不是你說了就算 我會去看你的什麼 預算裡面 你今年有關這種弱勢的補助 或對有關弱勢經費的支出 有沒有增加 你如果說是你說要照顧弱勢 你今年花在這個社會福利的經費 增加百分之十百分之十或多少 我可以相信說 你說得到有可能做得到 你沒有錢你怎麼做 最少有錢是代表你有要做 你如果說你這個經費 你說要照顧弱勢 但是你經費根本沒有增加甚至減少 那我可不可以來問你說 你講的這些照顧弱勢 這是不是個空話 所以我們說像這樣子來講 預算是一個很有效來幫助我們 我們進行做溝通的一個工具 所以我想有關預算的功能有很多 當然還有很多華理上 程序上什麼很多這些功能 但是我認為說最重要的功能應該是 我個人認為說這三個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如果說了解預算它的功能了以後 那我們接著再來看一下說 那預算它的財務原則 我們知道說預算來講其實是一種理財性的一個活動 我們知道說我們理財來講有一個些基本的一些原則 那我們大致上可以把我們這個理財分成兩種 一個是個人理財一個是公共理財 個人理財包括什麼像我們個人 如果說我沒有結婚我個人我一個月賺多少錢 我怎麼分配我的錢我怎麼用錢 這是我個人或者是包括家庭 甚至是我自己開一家公司 這些都教授屬於什麼個人理財 那個人理財有一個特性是什麼 你錢是你自己的錢你要怎麼花你就怎麼花 但是你花的太多花的有沒有效果 花的好不好有沒有虧損有沒有什麼 這個理財的結果誰來承擔 你個人自己承擔啊這個就是什麼個人理財 它可能包含我們最簡單的一個自己 或者是一個家庭或者一個公司 或者是這樣的團體 但是只要說你是自負盈虧的 這種都是屬於什麼個人理財 但是有另外一種理財叫做什麼公共理財 公共理財是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政府的預算就是一個公共理財 講一下我們公共理財的話 我們政府預算如果說預算不足的話 我們的總統我們的行政員 要不要拿自己的錢出來貼 不用這個錢是誰的 是公共我們大家要分攤的 包括我們政府的預算 甚至包括我們有很多的這些什麼 財團社團這個基金會 這些的話我在基金會當理事長當總幹事 我用的是用誰的錢 我處理的是公眾的錢 因為怎麼樣子 這些錢用得好不好的話 最後的成果由誰來負擔 有大家共同來承擔 這種的話就公共理財 所以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我們了解了以後 因為他們有一個很重大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對於盈虧的這一個 盈虧的這一個效果不一樣的話 所以說我們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就會有不一樣的什麼理財原則 我們在講講說一般來講在個人理財的話 我們一定要呼應的是一個什麼 量入為初的原則 什麼是量入為初 比如說你收入100塊 你最好是只有花多少 花80塊 最多最多你能夠花多少 花到100塊 你如果說你只有收入100塊 你花到超過100塊 花120、150塊怎麼樣 你會透支 你會錢不夠對不對 這種的話 你如果在個人來講 因為怎麼樣 你透支以後 有沒有人會幫你賠 沒有 那你如果說一直長期透支了以後 你就個人會什麼 會倒閉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 我們的朋友裡面 村莊有一種 每一次都是什麼 沒有注意到這個量入為初的話 每一次他都每個夜或時常都是什麼 收支都不符的話 入不敷出的話 這種朋友我們要怎麼樣 比較注意 離他遠一點 為什麼 他早晚會向我們借錢 那借錢都很久可能 他就不還我們 那你去拿到 是不是這樣 這是個人理財是這樣 一定要怎麼樣 要量入為初啊 但是公共理財呢 他的一個理財原則來講 是剛好相反 是什麼 量出為入啊 在公共理財來講 我們通常 我們比較不會要求說 你政府你收多少錢 你才可以花多少錢 你的預算通常不是說 為什麼 因為政府的錢來講 政府他是要做他該做的事情啊 他我們說公共理財的話 不能夠因為你沒有錢 而有一些該做的事情 你就不做啊 那比如說 我們政府能不能說 我們今年政府就沒錢 那我們今年是104年的話 是不是民國98年次出生的小朋友 今年是不是剛好六歲 不是要念小學 那我們說 那我們政府今年沒有錢 所以說 我們是不是說 就把這個錢省下來 我們國民教育這個錢 就把它省下來 那今年民國98年出生的小孩 這一年都不要 不要來念小學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我們知道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你如果說 這個錢你不花的話 這一年出生 年次出生的小孩子沒有念書 那以後怎麼樣子 你這孩子有沒有變文盲 以後我們的國家 不是變成 國民的素質就降低了 所以政府裡 可不可以說我沒錢 我就這個錢就不花 不可以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來講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高速公路 或有一個 你說我一定 經過大家都覺得 會做不可 我們可以說政府沒錢 所以這個基礎建設 我們就不要做 也不可以 因為你如果不做的話 以後我們的競爭力也會降低 所以政府來講 公共理財的話 他是只有考慮到說 你這個做要不要做 有沒有必要性 如果說是有必要性的話 那你不能夠說 那以沒錢來當藉口就不做 那大家聽起來好像 這樣說的好像有道理 但是好像感覺是不是又 好像什麼地方不對 是不是有這樣 什麼地方不對 是不是 那如果這樣子 當政府當執政者就很好做 我就要怎麼開 我就要怎麼開 不是 我們講的是講說 我們是量出為入是說 不能夠說 用沒錢來做 做理由做藉口不做 但是並 那我們 但是我們對政府的支出 我們要怎麼來控制 還是要控制啊 所以這個控制來講 我們就是 一般來講 就是透過什麼來控制 政府的支出 第一個就是說 事前的什麼 預算 那預算要經過怎麼樣 你不能夠說 沒有預算的錢的經費 你能不能政府能不能用 不可以 沒有編列的經費 你就再怎麼樣都不可以 那預算不是你自己編的 預算還要經過什麼 立法機關 民意機關的這些審查 的監督啊 所以事前的預算審查 那事中呢 你在花錢的時候 要有各種的法規的規範 那最後呢 要有審計單位的什麼 結算的審查 所以我們說政府的公共理財來講 我們不是用他的收入來控制他 而是用什麼 他的這些程序上來講 來控制他的這個什麼 他的支出啊 我們基本上是認為說 公共理財你 不能夠說用你沒錢就不做 但是並不代表你就可以隨便做 隨便花錢 你的花錢又規範了更多的這些程序 所以這個也是 我們為什麼有這個什麼 要有國會議員 要懂得這個預算 他的精神就是在這裡啊 即使你是在什麼 在控制這個政府的支出這樣子啊 那我們在想想說 大家會想想說 那為什麼 我們剛才有講講說 為什麼個人理財要量入為出 公共理財要量出為入 我們剛才有講講說 個人理財的話 就是說怎麼樣子 你如果說不量入為出的話 你不夠錢的話 你如果錢不夠的話 你會怎麼樣 你除了借錢以後倒閉以外 有沒有人會幫你還債 沒有 但是公共理財呢 為什麼沒有這個收入的限制呢 因為我們公共理財來講 我們政府來講 我們立法機關是負責監督 他的支出的合理性 必要性合法性以外 那至於他的錢怎麼來呢 因為我們的國家憲法裡面 有負以什麼樣 政府有很多什麼樣 他的錢可以向人民來什麼 來要錢 這個 我們舉個例子 我或許有一個題話 我問一下說 大家有沒有念過憲法 中華民國憲法 有 中華民國憲法175條 我們看一下 回想一下 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是不是規定的都是什麼 人民的權力 人民有言論自由 有遷徙自由 什麼什麼自由 對不對 很多自由對不對 我請問大家一下 憲法170條 規定人民的義務 我們知道憲法是規定人民的權利 義務的基本大法 那我們看憲法都是規定人民的權利 憲法規定人民的義務有幾條 有幾條 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憲法170條 規範人民的權利義務 只有兩條辦 哪兩條辦 憲法第19條 人民有依法利納稅之義務 憲法第20條 人民有依法利扶兵義之義務 然後再來是憲法第21條 人民有依法利受國民教育之權利 以義務 所以第21條一般來講 它是又是權利又是義務 而且很多人甚至把受教育 根本把它當權利不是把它當義務 我們憲法是受國民教育 其實是權利也是義務 但是我想我們一般人 會把受教育當成是權利 我們現在大概很少人會把受教育當成義務 所以如果嚴格講起來我們的憲法規定 我們人民的什麼義務只有兩條 嚴格講起來是兩條辦 但真正應該是只有兩條 好不好 我們的175條裡面都是規定我們的權利 規定我們的義務只有兩條 好像感覺好像是很好對不對 這麼少 但是大家想一想這兩條嚴不嚴重 一個是什麼 要我們依法利納稅 一個是我們依法利服兵義 那這個如果說用白話來講 一條是什麼 要命 一條是什麼 一條是要錢 一條是要命 是不是 要我們角色是不是要我們的錢 要我們服兵義是不是要我們的命 如果打戰的時候 所以規定是只有兩條 我們義務只有兩條 但是這兩條怎麼樣 就是要錢要命 為什麼 因為它很嚴重 所以為什麼大家想想說 為什麼這兩條要特別規定到憲法 憲法的層次 因為我們有很多政府規範 我們人民的行為 並不一定要規範 比如說像我們喝酒不能開車 需不需要規定到憲法裡面 不用啊 這個是什麼 這個警察的天花 你喝酒 那我們行人怎麼樣 什麼開車要怎麼樣 我們不能超速 這個需不需要規定到憲法 不用 因為這是什麼 交通處罰條例就可以啊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要把納稅跟服兵 規定到哪裡 規定到憲法裡面 因為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這個就像我剛才講的是 要把人民的財產權 把人民的口袋的錢拿過來 把人民強迫你要去做一些什麼 可能會死亡會傷害的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怎麼樣 這個就是要把它規定到 那這一個 我們講說憲法 因為有這樣子納稅的義務了以後 所以政府他支出如果說不夠的時候啊 他可以怎麼樣子 他會不會說像我們個人 我如果賺錢賺不夠用 我賺不夠用就不夠用 我只好怎麼樣 我比較欠 但是政府呢 他如果說他的預算不夠用的時候 他怎麼樣子 他可以叫大家一起攤啊 他可以徵稅啊 可以怎麼樣 像人民課稅啊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說 為什麼政府的話 他就是說量出為入的話 他不用考慮到說 受到這個收入的限制就是說 他有很多的這些收入的這些管道啊 那政府很多收入的管道 大家想到有哪些管道 剛才講的納稅是不是 像人民課稅是不是一種 還有呢 花行公債對不對 像人民借錢 這個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種 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呀 那個印鈔票 可不可以 鈔票我們自己可不可以印 我們不可以印 但是誰可以印 中央印章可以印啊對不對 所以政府也可以借錢也可以印鈔票 那另外還有一種什麼 增加稅就有了 剛才講就給人民課稅嘛 還有一種是什麼 賣國有財產嘛 變賣政府的資產嘛 所以政府有大概他可以 他他要產生收入來講 大概不會有的 但是這幾種的收 這幾種的收入來講 我們可以這麼簡單講 課稅來講啊 增加課稅的話 是由誰負擔 由我們這一代人的負擔對不對 那如果說政府去發行公債去借錢 或者是去印鈔票 這個要不要還 要還 那由誰負擔 由下一代人來負擔 那政府如果去變賣資產呢 那就是吃上一代人的 留下來的錢啊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很政府來講 所以在這三種 一個是吃上一代 一個是下一代還有吃這一代 哪一種方法你們認為說最好 應該來講是什麼 以這一代來講 你政府要活 這一代人你要花多少錢 你這一代你自己負擔 這個是不是最好 所以很多人大家很多老百姓 我想各位以後都有可能 我們都當議員 我們要有這個觀念 很多老百姓說 尤其很多現在台灣很多名義代表 是講到說很怕很怕很怕加稅對不對 其實加稅的話會 但是其實你比較一下 剛才講的這麼多種方法 其實加稅是一種最負責任的方法 為什麼 如果說你對當代的人來講 你給他加稅 他會不會痛 會痛 會不會叫 會 會反彈 會怎麼樣 所以加稅的話 政府就必須 這個錢來的人民會痛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 要不然人民會反彈 會反抗 那你如果說是 去發行公債去借錢 下一代的小孩子 在不在 他們會不會叫 不會叫 對不對 所以政府反正民眾也不會反應 那政府怎麼樣 錢來得容易 他就比較容易弄花 那如果說去什麼 去變賣資產呢 上一代人 上一代人搞不好都不在 死人會不會叫 也不會叫 所以 這幾種方法裡面來講 我們一般是認為說 加稅是一個比較 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但是這個的話就是說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們必須要接受的就是說 我們要要求政府的就是說 比較負責的就是說 你的支出的話 你要接受民意的這些什麼 的挑戰 所以說 這個也是我們當議員 當立法委員來講 我們的任務在這裡 我們要透過這個來 控制政府的支出這樣子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這些 財務的理財的原則以後 那我們接著再來跟大家講的是 那預算來講 是一個 剛才也有講是一個什麼 溝通的工具 那我們實際上講溝通的話 就講說數字會說話 那平安心講數字說話 數字怎麼說話 我們實際上聽到說 預算是透過數字來溝通 那數字會說話 那數字怎麼說話 我舉個例子來請教各位一下 數字怎麼說話 如果我現在是說 上面秀出來170 70 70 問你說這什麼意思 你們一定告訴我 這沒什麼意思 這只是個什麼 阿拉伯數字嘛 對不對 有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但是我如果說把這個數字 再把它加上一些什麼 我按不出來 OK 我再把它加上什麼 170公分 70公斤 我問你說這什麼意思 你們是不是大概會講說 阿老師是不是在跟我講 講的是講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講一個外型對不對 這樣數字就有沒有意義 有意義 那這個170公分跟70公斤 這個如果比如說 我當老師 比如說我要幫我的學生 介紹個男朋友好了 這個學生他沒有見過這個男生 我是不是要跟他描述說 他的什麼 比如說他的協力經歷什麼 他的家人 那其中有一項一定是說 這個人的外型怎麼樣對不對 那我跟他講說 這個人長得怎麼樣怎麼樣 還是說我乾脆我就把一些基本資料告訴他 我說他這個是170公分70公斤 那這個比如說我這個學生 他沒有見過這個男生的話 你想他腦海會浮現什麼樣的圖像 他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以170公分70公斤 對現在我們東方的男性來講 這個大概你會浮現的是一個 大概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的長相吧 是不是差不多170不是很高大 也不會說很奶 那70公斤沒有很胖 也不會很大 大概是中等身材 那如果說我今天跟他講的是 這個男生長的是180公分只有50公斤 你想想想這個 這個學生他沒有見過這個 但是他會認為說這個應該長得怎麼樣 瘦瘦高高像竹竿一樣的 會不會 那如果說我跟他講的數字是 只有160公分80公斤 那一定是矮矮胖胖的 這個所以數字會不會說話 會就透過這樣說 你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給你一些不同的數字組合 你就可以來合理的推斷 這個人長得怎麼樣 那這一個 這一個是說我們只是舉例這樣 但我們這個現實生活裡面 有沒有太多的這樣的例子 有啊 我們比如說我們去買公司買股票 你有沒有參與這些公司的經營 沒有 所以你知不知道這個公司好不好 不知道 所以說公司他是不是如果提供一些財務報表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這些數字 他財務報表的數字 我們去判斷說這家公司的 他的獲利情形他的成長性 可不可以知道 可以 那同樣的這個政府的話 他的施政他的行為 我們有沒有參與 我們人民沒有參與 但是怎麼樣子 你透過預算來講 我就可以來判斷說你政府的資 或者是你政府的目的是什麼 我可不可以說 從我們的預算的金額裡面 我去看看說 我們的國防經費 佔我們整個的預算的比例是多少 還是我們文教教育的經費佔多少 那我可不可以來判斷說 我們這個政府是比較重視國防 還是比較重視教育 可不可以 就是這樣 所以說數字會說話 就是數字可以透過這樣子 來讓我們了解我們來說話 那我們了解的這些數字說話以後 接著再我們來看的話 就是說 那預算的架構 預算資訊 那預算資訊 其實預算資訊它整個有很多的那個 但是整個的資訊它提供的大概就是 預算資訊的架構就不外乎就是說 從編制審查溝通跟目的這幾個 我們知道說 預算的目的來講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 其實預算的目的就是要怎麼樣 讓政府跟人民怎麼樣子 提供一些跟人民溝通的一些什麼 判斷的一些 你要叫我繳稅 是不是說你要告訴我說你要做什麼 我同意對不對 那我們編預算的目的 其實最主要是要達到我們的 溝通的這些讓人民 取得人民同意的這個目的對不對 要不然來講政府 養那麼多會計人員他們在編預算 立法院花這麼多時間在審查 絕對不是只有編一些數字 他是希望說要達到這個目的 但是這個是目的是最後的 那我們這裡面整個的 預算的資訊我們去探討的時候 我們大概是要從這幾個地方來看 第一個就是預算的編制 預算的編制通常都是什麼樣子 有它的一個法規的一個編制 因為我們知道說 預算來講它本身是一個什麼 很高度專業性的一個東西 預算來講它很多都是什麼 都是數字嘛對不對 但是這些數字怎麼把它編出來 這個都是一個會計的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說會計師為什麼把 我們在我們的社會 為什麼把會計師跟醫生跟律師 跟建築師列為同樣的專業人員 因為怎麼樣子 不是說會計特別難 而是說它會計的內容來講 一般人你如果沒有受過這相關的訓練來講 會計來講是不知道說他在講什麼 這個 這個 以前我在教書的時候 有那個學生很調皮 不是很調皮 我也不知道這怎麼講 一個來跟我講 講說老師老師我那個 我就是數學不好啊 所以我高中的我才念社會主 我沒有念自然主 所以我就是數學不好 所以我會計 我因為我數學不好 所以我會計學不好 老師你要 你不能怪我啦 你要 他 他回歸了 我沒有就說 叫我不要把它當掉 就在跟我講 扯扯這個 我就讓他講 講完了 我再跟他講 他就跟我講說 老師我是比較笨啦 我數學不好啦 怎麼樣怎麼樣 跟我怎麼樣 那我就讓他講了半天 最後我還跟他講 你有沒有比較笨 我不知道啊 那你要去做個智力測驗 才能夠判斷說 你有沒有比較笨 你跟我講 講說你數學不好的話 我說 會計跟數學好不好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啊 我說我學會計 學了一二十年 學會計所用到的 都是只有什麼 加減乘除啊 會計 我不曉得我們在座有沒有學會計的 會計是不是都是只有加減乘除 最多是在管理會計有一個什麼 經濟採購量用什麼 用開根號 就這樣子而已 會計的話 連sin cos 什麼這些三角函數都沒有啊 我說這樣子來講 你跟我講說 你數學好不好 跟會計有沒有關係 我說 你如果說念到大學的話 你還在跟我講講說 你加減乘除有問題的話 那這個不是數學的問題 這是我們教育的問題啊 大學生如果說 連加減乘除都有問題 那這個還是真的是一個大問題啊 所以我們說 會計來講 它本身是怎麼樣 它所用的工具是很簡單 但是 那個學生說 他真的搞不清楚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因為以前我教會計 我知道 很多學生是什麼 初快被盪 中快被盪 高快被盪 他怎麼樣子 他一路上來講 紅快必盪 這跟會計有關的課 他都 像這種學生 有的女生 我就說 你長得也蠻漂亮的 你就 任命版 你就想辦法去參加 去什麼 以後去考空節啦 或做什麼 這個做sales 這個還比較有 你不要說一天到晚都想要做 因為怎麼樣 因為會計這種東西的話 它是很簡單的工具 但是它裡面有牽涉的一些它的邏輯啊 那所以 這個編制的話 有一套它的一個系統 那系統把它法制化以後 就等一下我們會講的 預算法或者相關的這些法律規定 那這些的話 就是一個什麼樣 你預算編制的問題 那預算這個編制的話 這個通常是由誰來編 由行政單位來編啊 因為我想各單位各機關 都有他們的主計會計人員 那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由他們來編制這個 這個年度的預算 那這個編完了以後 我們知道說 這個預算是你行政單位要用的 那這個預算也是你自己編的 那你編的預算來講 我們相不相信 人民相不相信 不相信啊對不對 你編的話 那你就要來叫我繳稅的話 我會不會就這樣同意 不會 所以怎麼樣 你編好了以後 我們需要是經過一個什麼 一個審查的一個程序啊 那這個審查就來確定說 你編的預算合不合法 合不合理 那是不是人民需要來支持你這個預算 所以第二個的架構 第二個功能 我們就要透過這個審查的程序啊 那這個審查當然 預算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每個老百姓 每一個人來審查 這個大概很不可能啊 這個 我想我們的老百姓來講 也不是每個都學會計的 而且每個這個 因為有些人來講講說 我們來講說 以前講說 無字天書很難讀啊 預算 我都實際上講 預算是有字天書啊 還是一樣很難讀啊 無字天書 我們讀不 有字天書就一定讀有嗎 我可以跟大家講 預算來講 一般的你如果 沒有稍微的涉略或者是訓練的話 你預算書都是阿拉伯數字 都是這些書都是有字的 還是一樣很難讀 那所以我們要審查 就要透過什麼 所以我們就 法律就規定說 這個審查就要由議員 或者立法委員來幫人民 執行這個審查的工作啊 那如果經過這個審查的以後 是不是就就好了 不是 因為我們知道說 剛才也有跟各位報告說 其實我們的預算來講 除了 它是一個很會計很專業的以外 其實預算它本身的政治性也很高啊 因為預算是牽涉到 剛才我們在講 預算的定義的時候 它是一個什麼 資源的一個分配嘛 對不對 那既然是資源的分配 是不是各個地方 各個單位或各個力道 大家都會來搶這些資源 那這個資源就會有很多需要什麼 需要協調協商這個分配 所以這個預算的話 就還要經過一個什麼 溝通的程序啊 那這個溝通包括是政府來講 你我們預算也規定是說 不是你編出來以後就可以 你編出來了以後還要經過什麼 行政院長一定要到立法院來做施政報告啊 那各部會的首長也要做什麼 做這些報告 那這個都是什麼 經過溝通 你要說明說你這個預算是做什麼 那國會就是立法院或立法委員 就可以來進行審查說 那同意不同意或者什麼樣 那經過溝通了以後 才能夠變成一個什麼 通過法定程序的預算書 那才可以達到我們這個預算的目的 也就是用來它跟人民的一個企業關係 來向人民課稅或支出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預算架構的整個的審查 它的功能這樣 那我們了解了這些預算的這些功能以後 最後我們還有一些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有一些相關的名詞啊 預算的名詞有很多 但是我們時常在報紙上 在媒體我們時常看 但是這裡面有幾個 我個人認為比較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比較清楚的知道的 這個你如果說不知道的話 你可能就會搞混掉 而且搞混掉以後 你可能以後 各位如果以後當議員的時候 因為不同的東西 你不能連這個基本名詞都給人家搞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有一些幾個 我列幾個比較重要的名詞 我們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說 概算預算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這些 那這些名詞的話 都不是隨便 這個其實是我們預算法的明文規定 像我們預算法第二條規定 就對這幾個都有它很明確的定義 預算法第二條講說 各主管機關一起施政計畫 初步估計之收支稱為概算 所以很多人會連什麼是概算什麼預算都分不清楚 想說以為概算就是預算 不是 概算跟預算是不一樣 概算是指的是說 你只是初步的估計的收支 他都是在講你的收支 但是他只是初步的估計 這個就稱為概算 這個可能這樣講 大家也還不是說很清楚 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在當校長的時候 我們每一年來講 我們學校是每一年都要辦招生 對不對 那你招生是不是一個行政活動 這個你招生的話 你要動員很多的老師 命題、監考、業界還有分花 很多 那它本身是一個行政活動 那你做這個行政活動要不要錢 要不要經費 所以你既然要用到錢 當然我們要編預算 但是在編預算之前的話 我們比如說民國104年度的招生計畫 出來了以後 那我們是不是要編一個什麼 那我們要辦這個招生活動 那我們要多少的收支的錢 那我們就在編預算之前 我們需要先編一個什麼 先編一個概算 概算是什麼 是我還不知道說我今年來講 我的收入是從什麼 從學生的報名會來 是我的收入 但是我會有多少學生報名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還不知道的時候 我可能我就先估計說 去年是一千個人報名 今年大概也是一千個人報名 或一千一百個 或一千多少個 八百個就完了 我就去把它估計一個什麼 一個人數 但是這個人數還沒有確定的 所以我這個只是估計的 這個我根據這樣估計所編出來的收支表 叫做什麼 叫做概算 這樣知不知道 那概算來講 完了以後 等到真的是說報名開始 報名完了以後 我會不會知道說 我今年總共來報名的學生是一千一百名 這個人數是不是就確定了 那我人數如果確定的話 一個報名如果一千塊的話 那我這樣一千一百名乘一千 我的收入是多少錢 這個是不是就固定 那這個時候就不是估計 那我那時候再編一張錶 收支表 再調整編一張 那張錶就叫什麼 那就叫做預算 那預算來講 看起來那個算是預算 但是這個預算的話 編好了以後 如果沒有經過立法程序 像政府的行政院的 要經過立法院 像我剛才講的 這個學校的這個收支預算表的話 我還要經過什麼 如果沒有經過我這個招生委員會審核通過的話 我只能稱為什麼 我就編一個叫什麼 那時候我還是預算 但是把它稱為什麼 稱為預算案 就是說你的預算的話 還沒有經過立法程序的話 就稱為什麼 預算案 那預算案的話 如果說經過立法程序而公佈 就稱為什麼 法定預算 所以政府編的預算案 如果說有經過立法院的通過 那就變成什麼 法定預算 法定預算 才有法例效果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學校如果說編一個概算 然後編一個什麼 預算案 然後再經過我們的招生委員會審核通過以後 那就變成我們學校的什麼 招生的法定預算 那我就可以按照這個 這個預算我就來什麼 我就來聘老師 找老師怎麼樣 就可以來執行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概算 預算案 法定預算 這些可能很多人 大家可能很多人就沒有去細分這個 注意到這個 那法定預算如果經過完了以後 在法定的預算的範圍內 我們知道說我們立法院對於比如說對內政部對教育部每個部會我們是審核他通過的什麼 比如說內政部我們審核通過他的法定預算案對不對 比如說他的預算案是100億或者是50億 我們這個50億回去以後內政部他下面內政部是一個總機關 內政部下面是很多單位對不對 內政部還包含警政署什麼很多單位 那他裡面來講內政部根據法定預算 比如說立法院核定他100億的時候 他進去的話由各機關依法定預算 再去實施的分配實施的計案 這個就叫什麼 分配預算 所以這個分配預算是指機關內 他自己是說A部門B部門他們自己再去調整 這就是分配預算 那再接著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名詞的話是什麼 我們基金的總類 那基金總類的話 我們根據預算法第四條來講 我們一般人我們講到預算 我們可能都會想到什麼 公務部門就是想到行政 我們想到行政院 內政部教育部外交部國防部什麼這些行政 但是其實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除了行政部門公務部門以外 我們也包含了什麼 基金的審查 因為我們有很多政府的預算裡面 有很多是透過行政公務部門去執行 有很多是透過什麼基金 甚至有些基金的 它的規模比也還是非常的大 甚至是它的規模年度的預算 都好幾百億都有可能 所以說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也有包括基金 那基金是什麼 基金的話 我們可以再把它分成兩類 就是說沒有特定目的的 或特定用途的 我們就把它稱為什麼 普通基金還有什麼 特種基金 這個不是什麼統一基金白蘭市基金 這個是我們的特種 這個是預算法規定的什麼 這個基金的總類 那當然基金的話 什麼是基金 基金指的是說 一定用途的現金或者是其他基金 基金並不一定是什麼 是只有現金才叫基金 因為基金的話我們可以什麼樣子 可以是用現金來做基金 也可以用什麼 用股票或用財產都可以 那基金的話 分成普通基金跟特種基金 普通基金指你沒有指定特定用途的是什麼 那這種基金就叫什麼 一般用途就叫普通基金 那有些基金是有特殊用途 就有指定用途的 那這種就是什麼 特種基金 那根據我們預算法裡面 我們特種基金可以 又分成這六大類 一個是什麼 營業基金 營業基金就是說 你這個基金給你的話 你會產生什麼 致富盈虧 會產生營業收入循環的 就像我們很多的國營事業基金 這些的話都什麼 它本身這個基金 它本身是有對外是營業的 這是什麼 營業基金 那第二個就是什麼 債務基金 債務基金是什麼 這個你的用途是指定 為了要償還債務所累積的基金 這個比如說像以前 我們在蓋高速公路的時候 我們沒有錢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向人家借錢 向外國借錢 那借錢要不要還 要還啊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要還的時候 我們這可能十年二十年後要還 那我們不是等到十年二十年後 找一筆錢來還 所以我們可能就是每一年每一年 就是提撥一部分的錢來做基金 那這個錢的話 以後就是用來償還負債的 就叫什麼 債務基金 那信託基金是指 有些資產的話 我們就把它信託出去的話 這個就叫什麼 信託基金 這個就像 這個教育部有很多所謂的什麼 協產基金 協產用地 那你知道很多的土地有很多 這個基金的來源很多 很多以前是比如說 像教育部的協產用地的話 教育部的名下有很多的土地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對不對 教育部怎麼跟土地有關係 有啊 因為怎麼樣 教育部來一個是以前 我們那時候光復的時候 有很多政府來了以後 有很多土地是日本的 他們走 那這個土地給予給誰 那就限定用途就是什麼 以後來辦教育 那後來來講 現在我們台灣有些人 他過世 他可能沒有下一代 沒有什麼 他這個土地就捐給什麼 捐給以後來做辦教育用的 那教育部就收了很多這種土地 這種土地啊 或者這種基金 那這個他們叫什麼 協產基金 那協產基金 但問題是 教育部本身是辦教育 教育部本身懂不懂的 這些土地的使用管理啊 可能他們這方面也不懂 所以他們可以把他們這個基金 就信託給某一個單位 成立這個什麼 這就是信託基金啊 那作業基金的話就是 我們有很多特定的作業的需要啊 那可能他跟營業基金不一樣 營業基金是像國營事業 作業基金可能現在像 我們很多的這些 為了特別的作業的需求 的是我們所訂的這些作業基金啊 比如說像 我們現在各個國立大學啊 像以前我們學校 我們也是一個什麼 校務基金 校務基金的話是 你這個基金 本身 他算不算營業基金 沒有啊 我們校務基金不是用來營業啊 對不對 我們給學生收學雜會 但是 收學雜會 是不是 學校的主要目的 不是 他的目的他不是在營業 公立學校 他的目的是什麼 是要做教育的事情 對不對 但是教育的話 校務基金的話 是讓你學校 你自己的錢 你自己要管理 所以這種作業基金 跟營業基金 又不一樣的地方 他是為了特定的作業 像校務基金 但是他不是說用你來什麼 像這種國營事業 像以前的國營事業 像以前的中油 或台電這些 他本身 現在是民營化 還沒民營化之前來講 中油他有沒有給我們一般 賣油要不要收錢 要啊 他還要賺錢 但是學校 又跟中油性質一樣 不一樣 就不一樣 所以這種叫作業基金 那另外有一種什麼 特別收入基金 特別收入基金的話 這是說 有時候是政府 你有一些工錢 像我們現在的通訊3G 這個可以標 可以標很多錢 那或者一些特許權 對不對 ETC這些的話 這些都是你可以 特別的收入 那你這些錢的話 獨立的一個基金 那另外還有一個什麼 資本計畫基金 我們可能政府是講 講說我們以後可能 我們要蓋一個什麼 但是這個錢 我們以後是要做這個 但是我們現在就慢慢 先來籌措的 這種叫什麼 資本計畫基金 我想這些都是一些 名詞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有關那個預算來講 這名詞的話 那預算的總類 我們預算法16條規定 預算的話大概可以分 預算只是我們的名字 但是預算它可以再細分什麼 總預算 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 還有什麼分預算 那這個是在我們預算法裡面 我們在如果說以後 各位如果當議員的時候 你要審查 你要看預算法的時候 或者你看到很多他們的報告 會講我們這個總預算多少 單位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多少 那總預算指的是什麼 政府所有把各單位的預算匯整起來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政府的總預算 比如說像行政院 行政院是不是一個總預算單位 對行政院把各部會 會整起來一個行政院的一個年度總預算 這個是一個總預算 但是相對於政府的總預算之下 是不是要有各個單位預算 比如說我們說行政院的一個 民國104年度的總預算 整個行政院是一個總預算 但是行政院是不是 行政院除了它院本部以下 它下面的是不是還有什麼 內政 國防 外交 財政 經濟 教育 很多的這個 那這些各部會的話 它裡面是包含了這些 那這些各部會的話 就叫做這個什麼 單位預算 那單位預算裡面 它可能還有各種的一個什麼 附屬單位 那我想我們還是直接跟大家看一下 它的名詞的解釋這樣 總預算是指政府全部所編制預算 這叫做什麼 總預算 就像我剛才講 行政院的104年度的政府總預算 這是整個行政這個總預算 那單位預算呢 單位預算來講它裡面 比如說像內政 教育 國防 外交這些 這是什麼 但是單位預算又分為什麼 公務預算跟特種基金 公務預算是指機關單位之預算 比如說像內政部 外交部 國防部 它是一個公務單位 那這個它相對於總預算 它就是一個單位預算 但是單位預算 除了公務單位以外 還包含什麼 特種基金 那特種基金的話 我們剛才有講什麼是特種基金 為了特殊目的所成立的基金 對不對 那這種基金要不要列入管理 要 那特種基金是指全部編入制預算 這種稱為什麼 單位預算 那另外還有一個 附屬單位 一部分編入總預算之預算 就叫什麼 附屬單位預算 那各位看一下說 單位預算 它指的是公務預算跟特種基金 那附屬單位它是指的是什麼 也是在總預算裡面有呈現 但是它只有一部分的編入了 那這個跟特種基金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特種基金是你所有的預算 全部都編入總預算裡面 這個叫什麼 特種基金 那附屬單位的話 你是怎麼樣 為什麼它稱為附屬 它也是你的 但是它又不是全部都編入的 所以這個不管公務單位或者特種基金 他們都有可能有什麼樣 有附屬單位預算 這個比如說像教育部 是不是一個公務預算 是 它是一個機關對不對 教育部是 但是教育部有沒有附屬單位 有啊 教育部也有它附屬單位 比如說像 那個 它的這些什麼科博館啊 什麼館是社教館這些啊 對不對 那社教館要 為什麼是屬於附屬單位 它是不是屬於 它的預算要不要編入控制 要 但是它是不是全部都編入 不是它自己也有它自己的 像我們有時候去一些科博館 或社教館這些 我們要不要收 要不要繳會 有時候它還舉辦各種 它還有場地租金 還有門票收入 但是這些要不要政府有沒有控制 它只有一部分 一部分編入 一部分不編入 所以這個就附屬單位 所以公務預算跟特種基金 也有可能有什麼 有附屬單位 那再來呢 分預算 分預算是指的是指 依機關別或基金別所編的預算 這種的話就叫什麼 分預算 這些是有點無聊 但是這些都是一種法 法律 那個我們剛才講的 預算法裡面所規定的這些 名詞的定義啊 這個你們知道一下 沒關係 反正這個到時候用的時候就會知道 這樣 那最後再跟大家介紹的是 預算的審議啊 這個是我們預算法48條到53條 在審議的時候 這是預算法規定 我們預算審 我們剛才也講 預算要經過審查 那怎麼審查 它有它的一個規定的一個什麼 一些項目 預算計畫跟稅入 稅出預算的編制過程啊 這個我們剛才 一開始是不是在講說 預算本身也是一個溝通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 預算一定要什麼 要行政院長來做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的話 就是根據我們預算法的規定 你一定要 這個是法定規定 你行政院長可不可以來說 我不來立法院報告 不可以 為什麼 雖然行政院跟立法院兩個是平行單位 立法院跟行政院都是我們五院的話 他們兩個是平行 沒有說立法院比較大或行政院比較 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這個什麼 你立法院憑什麼叫行政院長 要來給你報告 就是根據我們的預算法規定是 你一定要來做這個什麼 施政報告跟這些編制的過程報告 那我們審議的方法 我們立法院立法委員在審查的時候 不是說 有些東西當然你可以天馬行空 但是有一些基本是預算法規定 你一定要審查的 什麼 稅出規模 預算余錯 或者計畫績效 優先次序 這個都是我們法定規定說 你審查一定要審查這幾項 那同學注意一下 這個 我們 我們這一個 我們這個審查的方法規定要審查 是只有審查什麼 稅出規定 有沒有規定要審查稅入規模 有沒有 沒有 我們 預算裡面有沒有包含稅入 有 但是預算法規定說 你可以審查的當然不是只有這些 但是法定規定一定要審的是什麼 稅出規模 有沒有稅入規模 沒有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剛才我們有跟大家講講說 我們公共理財是什麼 量出為入 所以你這個支出的話 是不是比較重要 所以說他有要求說 你一定要審查什麼 稅出 稅入有沒有規定 換在裡面 沒有 所以這幾個 這四個是他優先的 那再來的話 第五個說 那審查 預算審查的話 他有沒有期限 有 預節跟公布 應該要在什麼 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前 預節 你再怎麼吵 再怎麼鬧 你一定什麼 你甚至立法院時常都是什麼 挑燈業戰 你一定要把它審查出來什麼 在會計年度前一個月前 你一定要把它預節 為什麼一定要一個月前預節 因為你如果說 你沒有一個月預節的話 那行政單位會不會停擺 我們剛才有講 你如果 預算沒有經過審查 你這錢能不能花 不能花 那你如果說 沒有審查完的話 這個停擺 搞不好 公務員的薪水都花不出來 所以 他預算好規定說 好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審查 一定要一個月前 預節 那15天前由總統公布 那公布了以後 就變成是什麼 預算案 就變成法定預算 那就可以聚以執行這樣 那 第四個就是說 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子 除了通過以外 還有怎麼樣 刪除以外 我們也可以什麼 附加條件或期限 在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 立法委員 這也是我們的權利 我們可以講說 我這個 我同意讓你做這個事情 但是你可能 我會附帶條件說 你執行的情形 你要三個月來報告一次 可不可以 比如說有時候 你這個支出 你這個支出我覺得很重要 我可以附帶條件說 你三個月來報告一次 或你這個支出 一定要達到什麼效果 這個就可以什麼 附帶條件 這也是我們審查的一個話 那當然 除了說限制這些行政 這個立法院 預算審查 也有限制自己 得限制議題跟人數 跟審查時間 那我們知道說你立法院 我們大家看立法 一般人我們可能看立法院 可能是說 看他吵吵鬧鬧的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去立法院以後 才發現說 其實他是亂中 吵吵鬧鬧鬧 他是亂中有序 你看 大家在那裡 大家在那邊消費 但是 其實他到什麼時候 該做什麼事 他其實都還是有他的規範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 電視上來講 他可能就是 他 因為你如果說 這個立法院在審查 大家行裡無語 這種電視有沒有人要看 這種電視沒有人要看 所以新聞來講 媒體他一定要看你們 吵吵鬧鬧 但是吵鬧鬧 是不是完全就是 可以這樣完全 你自己怎麼吵鬧 沒有 我們的預算法裡面 也有規定是說 你這個限制的議題 還有人數 你這個議題 你今天在審查預算的話 你不能是什麼 去東扯西扯 扯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這些人數 或者時間 這些都可以限制 這個是我們有關預算的審查 好 那我們 是不是先上到這裡 因為各位可能也是需要休息一下 我們是不是就 那個請問一下 我們休息時間是多久 十分鐘是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休息十分鐘以後 我們就請各位回座 我們再繼續上下面 謝謝 各位同心 下個休息十分鐘 謝謝